好 那麼最近還有一個新聞 就是孫鵬跟迪英 因為孫安佐被美國递解出境 那回臺灣接受審判之前 大家記得有一個騙阿扁的小子 他叫黃奇 他主動聯絡 這個孫鵬夫婦 他自稱是張青芳的前夫 這個是一個創投的專家 這叫宋學仁 宋學仁的秘書叫Amanda 要幫忙介紹律師 結果迪英打電話給張小燕 跟他求證 那小燕姐的一句話叫做 宋大哥人真好 那也是讓迪英不宜有他 就委託了黃奇所介紹的律師 來幫忙打官司 結果陸續被詐騙三十幾萬 志偉 那這個是有真的跟宋學仁求證嗎 他是沒有跟宋學仁求證 然後而且過程當中還說有接到宋先生的電話 但坦白講就是說 因為他不認識宋學仁 他只知道是張青芳的 那個時候還是老公 還沒離婚 對 所以那我也沒跟他通過電話 沒講過話 我怎麼知道打來的是不是他 對不對 那因為這個事情 騙子他之所以會成為騙子 就是他可以騙到你嘛 不然怎麼叫騙子 可是騙子厲害的地方 就是說當他騙完你之後 你還不覺得你被他騙了 所以其實迪英跟孫彭 都覺得說法官好奇怪 我沒有覺得我被騙 為什麼一直要傳我來當證人 而且當了證人 他們夫妻一人領五百多塊的證人費 還覺得CP值太低了 跟記者這樣講 浪費時間 那當時是這樣 因為黃崎本來就是一個很會 很會騙人的人 他也他也去住過五星級飯店 然後住很久 然後騙說是哪一個企業的老闆 大家記不記得 所以他就是 他就是去砍膠 我知道你現在就是要救子 手上一定有錢 那我也查到了 就是其實到底宋學人的秘書 是不是叫Amanda 我是不知道有沒有人去問他 但是他就是自稱 我是他的秘書Amanda 那我們知道Amanda 就是一個女生的名字 那因為黃崎 他本來就是一個 比較女性化的一個人 然後他會模仿女生的聲音 那所以他打電話來的時候 就是 就真的是女生 結果迪英說 這聽起來就是一個女生 怎麼可能會是騙阿扁的那個人這樣 那就跟他說 我 我是宋先生的那個秘書 那宋先生有交代 我要介紹一個律師給你這樣 那就介紹這個郭上緯 但他真的也去找了郭上緯 其實黃崎厲害的地方是說 在過程當中 要給迪英孫鵬看的樹狀 一些就是要往返法院的資料 一開始是他自己寫的 然後提供給迪英孫鵬看 但是到最後那個郭律師 郭上緯他是也有協助處理的 也跟迪英孫鵬見了面 只是說這三十萬付出去了 郭上緯跟黃崎怎麼去拆贈 那是他們的事 對迪英他是他是委託人 我就是付你當初講好的三十萬 那法院是覺得說不對 你們這個郭律師有幫忙打官司 有啊 他有幫忙打官司 為什麼還會被判判刑六個月呢 就應該是說你就是以 他被判刑的原因是 他認為我有提供了法律服務給迪英跟孫鵬 但是這個法律服務他不是走正規來的 其實應該是說這個雷律師比較清楚 雷修律師講一下好了 就是 就是因為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那個詐欺罪 對 他是一個非告訴乃論 對 所以他並不是以你被害人的意志 說有沒有被騙為主 因為為什麼我們檢查完要主意 要主動處理這個事情 因為如果說假定每個被害人他都可以去決定說你要不要起訴他的話 那這個人可以一再去騙別人 他騙完一個之後他就說我塞一點錢給你 不要告我好不好 就是為什麼他這個罪被定義成他不是告訴乃論的原因 那純粹就那個黃崎他有沒有騙人這一點 有啊 他有騙人啊 造人家誤認啊 然後再加上他也的確有交付金錢 那交付金錢 我們現在甚至詐欺罪是規定說 不見得要圖利自己 我圖利別人也可以 所以他搞不好也圖利了那位律師 那要件都有符合了 他就是詐欺罪 不會說因為 可是律師不是有幫忙打官司嗎 那就要看他那個在過程當中 他那個對價是不是符合的 只要這個三十萬 他比如說以他所提供的服務 是符合行情的 那我可能覺得就沒什麼太大問題 對 可是問題是如果說那個律師就跟你訪談幹嘛的話 哇 就可以拿三十萬 那太好了 那我現在就不用坐在這邊了 對不對 然後幾句就算了 你這樣瞧不起我們車馬費 可是也沒有給到我三十萬 因為他們中間是透過黃旗 那所以說對那個 因為對郭律師來講 他也覺得他被 他被那個起訴 他很莫名其妙 是 我都提供了我的專業跟服務 那我拿到我 我該拿到的酬勞 我也不覺得我有什麼問題 那重點是因為林跟孫鵬也覺得 對啊 他有幫我們 我沒有覺得他騙我 但我覺得法官他要處理的 還是黃旗這一段 是 我覺得孫鵬 敵英是辛苦 真的 所以要應付的事情是這麼的多 不過我想請教崔文老師 怎麼這樣的事情人家也要來騙 因為其實像我覺得黃旗是一個 比較獨特的案例 他跟一般的騙子我覺得不太一樣 他 我有看過很多關於他的資料 那很多人研究他都會認為說 他是我們所謂的幻謊症 幻想的幻 謊言的謊 他跟一般純粹的詐騙是有一點不一樣的 所以黃旗他是一個很獨特的人 就是說他從小就習慣性說謊 他的習慣性說謊是 他包括他的名字 他的身世 他所學經歷 他所過的生活 他都有一套獨特的 他想編撰跟想要讓別人知道的 所以他騙人的時候 他是扮演那個人 然後他所騙的人 都是有社會歷練的人 都不是一般人 所以他在騙人的時候 其實都是會有很多 他中東也會騙人 對 所以他其實不是一般的騙子 他真的是厲害的騙子 然後他所講的話 全部都是有邏輯的 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